刀狼短视频账号涨粉速度有多惊人 说出来都不敢相信 截止目前 刀狼账号粉丝量已经逼近500万 自从刀狼开通了视频账号后 就引起了全网订阅 经过多方确认 头像 年龄 认知标志 都与刀狼本人相符 于是乎 无数网友自发的选择了订阅 尽管该账号没有发布一个作品 但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 从最初的一夜涨粉10万 到五天涨粉500万 刀狼再一次刷新了记录 别的不说 这在娱乐圈都是史无前例 也都是一个奇迹 对于刀狼开通短视频账号 之前有传闻说 是为了下半年开演唱会做准备 据网友爆料 刀狼团队计划在10月 开启全国九成巡演 所以开通账号 是在为后续工作做铺垫 本来 这件事是皆大欢喜的事 时隔多年 刀狼再次开演唱会 人气丝毫不减当年 那些忠实歌迷 纷纷表示 要去现场听他唱 然而 还没等大家高兴几天 网上又传来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据说刀狼演唱会 已经被迫取消 其原因不得而知 不过 有网友猜测 可能与新歌 罗刹海事有关 疑似得罪了人 都知道 自从刀狼发布了新专辑后 罗刹海事 就成了最热门的歌曲 因为其歌词妙不可言 很多网友 对其进行了各种解读 大家一致认为 罗刹海事 是刀狼对曾经嘲讽他的人的反击 听上去非常解气 但刀狼工作室 否认了这一说法 歌曲不存在任何攻击行为 但说归说 网友们却还是不这么看 仍然觉得 罗刹海事背后的意义重大 因为这首歌 刀狼成了暑假最热 且讨论最激烈的歌手 很多人也都想借此炒作 和蹭热度 更有一些名人对刀狼新歌 进行谩骂 以博取订阅 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人均被网友骂惨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网络作家吴鹏飞 公开发视频 指责刀狼新歌试试垃圾 他还说 这首歌很脏 歌词极其扛掌下流 作者低级趣味 甚至还指责刀狼 故意规避法律风险 非常有手段 吴鹏飞的这些话一出 瞬间引发了众人不满 杜子健更是气到 发视频点名臭骂他 这也使得吴鹏飞 不得不设置评论 不订阅 不允许点评 由此可见 刀狼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有多高 但是越是被喜欢 刀狼也容易被抵制 也更容易得罪人 刀狼这个人很低调 不喜欢热闹 更不喜欢炒作 但网友们都非常喜欢他 但是这种人在娱乐圈 很难被资本喜欢 有时候 资本看中一个明星 是看中了他的商业价值 能够为自己赚钱 但很显然 刀狼不会为其所动 这也导致刀狼与资本之间 存在利益矛盾 所以 现如今 刀狼想付出开演唱会 自然也会有人去找他商讨合作 如果不为利益 只为音乐的话 刀狼势必得罪人 从刀狼发布新专辑后 真正圈内人 为其发声 打call的人并不多 因为谁也得罪不起 不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小沈阳 不久前 他得知刀狼入住短视频平台后 公开发了一条视频 表示欢迎 而且 他还在视频中 唱起了一首刀狼的经典老歌 喀什格尔胡扬 有一说一 小沈阳的嗓门真的很厉害 完全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 对于小沈阳力挺刀狼 网友们也是给了大大的赞赏 只可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 真希望刀狼演唱会被取消是假的 毕竟这是大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